- 收到收到 我是Herman 浩南 我是一個精神科護士 我也是一個滑翔山運動員 700萬種生活 我的生活是 好像雀鳥一樣自由自在地飛 Herman 是香港滑翔山代表隊的成員 代表過香港出戰過亞運和細錦賽 現在是香港排名第一的天空之子 這是上班前用的 這個叫做偷跳用的滑翔山 拿回公司也輕輕一點 現在大約10時左右 趁上班前這段短短時間 就是上山飛一飛 然後就回醫院下午間 今天第三次給他了 他的另一個身份是精神科資深護士 讀書的時候經朋友介紹接觸滑翔山運動 入行之後 就懂得把握護士輪家工作的模式 收工、放假 一有機會就到處飛 最在行就是越野競賽 誤打誤撞地 中中馬葉與運動員代表香港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在石澳 飛鮑翔山 Take Off 的地方 其實這些運動是人、器材和大自然 其實是你要管理這三樣東西的遊戲 預野比賽是甚麼呢 你可以想像在天上玩的一個帆船比賽 我們天上就會有一些浮標 我們就會輸入我們的飛行電腦 但是100個選手一層出發 同時間出發 來鬥快飛完所有浮標 我自己飛過一個難度比較高的 就是我沒有比賽140多公里的 一個橫行線 那個飛了六個多小時 這個運動是一個很特別的運動 就是好像下棋一樣 好像在天空上下棋一樣 我們就要用不同的策略去飛 譬如我們要選擇去哪個航點去飛 走哪條路線去距離過去會比較好些 或者在甚麼地方 可能會有氣流 我就會發覺是挺適合我 我覺得也是一個挺用腦的遊戲 像下棋一樣 沒有回頭了 但是就算上飛 都要個天配合才行 這一天就因為風速太高 最終都要人肉走回落山 Herman 你今天最後都要走回落山 沒問題 有沒有那個褻略 這麼早起床 飛一轉才上班 贏了甚麼 贏了健康 走山 你最近吃白果機會高不高 其實就是一半半 始終春天是這樣的 春天的戰法是比較強一點的 所以就比較難 如果秋天、冬天就會比較穩定 對 另一天 我們和Herman一起去飛過 但你今天是否一天早上才下班 對 對 對 昨晚回完漁板 都不都好像這些 回完漁板 或者是 跑了幾個小時後 直接出來飛 都會的 即是飛滑長山漁板 就不能做得好 自己的幸運 那份工作都是輪班 所以有時就 放工之後 或者上班之前 都可以去玩這個運動 但你總聽過 你放了班之後 即是回到一日夜 工程 已經精神疲累了 但你還要選出來 你今天真的很大犧牲 又不是犧牲的 因為 因為喜歡這件事 當你喜歡這件事的時候 就自然 你就會覺得 可以接受 就是這樣 全部都是山來的 嗯 是啊 是啊 淋淋種種不同類型的東西 這個是一個單人的 即是一個單人的 嗯 這個是Tandem 即是可以載兩兩飛 然後這個是比賽那隻 然後這些是另外一些 座袋Hanas 頭髮任何東西 全部都在這裡 這邊都在這裡 除了散 就是有甚麼要帶上去的 有的 今天就不會拿些複雜的儀錶去飛 飛的時候 就可能有些飛行電路 我們有些星降雨 即是幫我們 告訴我們我們 到底我們是多高 即是上升下降降 另外還有radio 就是降機 那就是說 你說說 比賽的時候 要説25公斤上山 那25公斤 就是這隻散 比賽那個座袋 然後就有比賽的其他Apile 水呀 吃東西呀 頭皮呀 本身的袋 K-A-Car 很多很多 那真的很金呀 25K 是的 又一半那麼巨 是啊 好 OK 走吧 Let's go 很多英師傅 英師傅這個 term 是不是一個大家圈子內都會叫的 term 其實都是的 因為都是我們真正的師傅 我們玩這個運動其實都幾次 那都是用一些大自然力量去盤旋 所以我們就會參考那隻小鳥是怎樣飛 你叫我這個阿爺 阿媽 阿爸 阿媽 阿哥 家車 弟妹 整家都在這裡 早中十八代 陪你飛 先拿出來 解體 來吧 來吧 嘩 我想幫你拉 好啊 你看到它是很化學的 一堆布 一堆繩 其實它在前面就是有些孔的 噢 那些孔會進入空氣 它進入空氣的時候 就會形成一個飛機翼的形狀 嗯嗯嗯 當它有一個飛機翼的形狀的時候 它就會製造一個聲令 我們就會用這個Meganism去飛 那一會兒 那一會兒 我會做一次充電 就是進入空氣 然後我就會檢查那些繩 看看會不會是有問題 那我看到所有繩都清潔了 哇 我感覺到它很開心 你看看那個期望度 你看看 這是我 就算做護士再辛苦都好 收工 上班都找時間飛 是因為在天空上飛 對它有另外一個意義 我猜做我這行 就是做醫護這行 其實個個都是 並不是為了份量來上班 我都是真的想照顧病人 我想幫人來 我才會做這份工作 因為質素其實是很難去測試 就是一個病人住得開心 住得不開心 其實很難是用一些工具去量度的東西 大家看新聞都看到了 在急診室外面 要放了那些帳篷 在那裡睡街 要睡馬路 我相信醫院裡面 沒有一個同事 是真的 真心想推一個病人 出去馬路睡的 不過就真的很逼於無奈 這方面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同事都會灰心 也都是一些心不由己的事情 算不算是你其中一個 生活輸壓的方法 都是的 都是一個輸壓的方法 因為我們很多東西要顧 我們要有很多不同的計劃 然後我們就焦點在天氣轉變上 去留心不同的環境變化 來去做一些決策 很大壓力的 一做錯一件事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會撞落了山路 或者降落做得不好 會受傷 當你完全聯繫在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他事情就會暫時忘記了它 又是護士 又是運動員 平日一個星期都飛三至四次 疫情前 他更加會拿走所有的假期 爭取機會去不同的國家 比賽和訓練 去到國際級別的比賽 基本上全部都是在歐洲 勢敢參賽前後 那些年份 可能是八、九個星期五 在香港 可能是星期五下班 然後上飛機 然後回到星期一的時候 那天要回到下午 早上下飛機 下午下班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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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時下班時間 其實是一個運動員 飛划長山 他有沒有知不知道這件事 還是公司的 其實都知道 其實都知道 一開始很驚訝 就覺得 嘩 你真的拼到盡 然後後期 見到幾次的話 都見話見熟 為什麼我會說 上班都會幫到 精神科 很多東西我們量度不到 除了聊天之外 還要靠搬察 來看病人的精神狀況 變化是怎樣 來給一些適當的反應 因為當我飛划長山的時候 當我連續做錯幾個決定的時候 其實效果可能很嚴重 可以是我自己沒有一條命 而我的情緒是會怎樣 令到我做一個決定的時候 我就會有一個 在這方面 在這方面 上班就會幫回我 在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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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遠 在這方面 要讓它 吹進來 煞進去 然後東風便會來 硬一點 就是東風 另外一個空氣 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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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飛得好 不只說技術 事前還要熟讀風向 氣流和環境變化等等的天氣知識 但飛不飛到 最終都是要看看現場的天氣 大家看一看外面 那些霧太厚了 它無法殺人 所以 似乎今天 在這裏應該飛不到 我們預測到 就是 剛才都說 預測到 三點多鐘 會有第二個air mask 然後 會取代原本的air mask 不過就想不到 是這麼潮濕 好 我們明天再見 好啊 Hello 18-28 18-28 OK啊 大家看看 那個人很深 大風 那個版本 400 這麼有趣 不過已經升高了 龍珠 現在大一點 要小一點 小一點 太大風 太大風 剛才29 如果是steady 大約是 20 然後 吉是25 左右 就可以接手 其實 小一點 就OK 天空是一個變幻莫測的地方 自身其中 技術再好的飛行員 都會變得很渺小 在無常的大自然當中自處 也都改變了 Hermann處事的看法 其實那時候是 就是 2018年的事 當局繼續在大嶼山 連續第四天 第六天 第五天 頭三 玩滑長山時失蹤的男人 到現在都要溺溺在目 我都很記得 其實 那一天 本身是約了那位朋友 飛完之後我們去吃飯 小女生 天氣狀況很一般 五十五十 好像不行 我們就去吃一下五茶 而我發覺就是 為什麼打的電話都沒有人聽 我已經覺得 會不會是他出事呢 那就馬上找人報警 消防昨天曾經出動 蛙人話信號已經消失 是中午已經暈回 送到東區醫院急証室 證實不致 對我影響大不大 其實都 對我影響都很大 真的對我影響都很大 小心小心 尤其是 2018年是 那一年是亞運年來的 那一年就是 找回朋友之後 過幾個月 然後去了印尼亞加特 參加亞運 首先覺得會更新 第二就是 看到類似的事情 會發生的時候 然後個人的角色就會感染了 然後反應也可能會變大一點 給我給我給我 給我 如果他弄不停散的話 就會被散一直拖著他 所以我們立刻去幫他控制著某些東西 到現在其實都...怎麼說呢 我會對我自己來說 或者對我身邊的人來說 是一個境界來的 我們人類即使是幾有能力也好 我們永遠都是鬥不過大自然的 所以有時候有些東西我不會強求 等了這麼多天了 今天我們終於都可以跟Herman飛一轉 我們現在向前面不斷走都可以了 我們現在就準備起飛了 很準備好了 我都準備好 很興奮 好 現在開始走 第一次走 對 第一次走 OK 走下去吧 可以走下去 嘩 嘩 我們現在去大中山 大金鐘的上面 已經差不多了 平時走上來都頗辛苦 對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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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山頂的山友和我們說Hello 你之前所說的 生活上很多困擾 然後飛過一下 你覺得是令你舒服了 可否形容一下你飛的時候的感覺 我會覺得是一個休息的空間 上來之後 你會發覺環境完全不同 我看山田的視野 已經是用了不同的perspective去看 反而我會有空間 有多一個選擇去看那個事物屋 當我們有選擇的時候 我們就會不需要那麼辛苦 好 特技時間 對 這個有一點點的特技 有離心力 如果當我生命中沒有滑船山的話 反過來 反過來 好像當我工作上 如果有些困擾 在生活上有些困擾的時候 你發現 沒有一個 沒有the way out 沒有一個出路可以做其他事 然後飛跨船山 就是 我是其中一個 我們可以坐好 我們可以叫做 滑船山 就是 我可以在裡面得到自由的東西 首先 自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人類 自己可以控制到 就是自己可以作主的 就是自由 我飛起了 離開了地球 直的真的離開了地球 然後自己去操控我頭我頂的滑船山 你去飛 對我來說 這個是很自由自在 好舒服啊 這個 好舒服啊 好 好 好 我轉到有意味 哈哈